各位娱乐乐翻天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小雨 我是依晨 在这次我的中国新群星演唱会上 观众不仅欣赏到潘伟博曹哥 这样的潮人气歌手的精彩演出 同样吸引人眼球带还有两位乐坛新人 那就是有着台湾偶像剧一姐之称的林依晨 以及全能新人王小雨 由偶像剧一姐转变成乐坛新人 林依晨是否会感觉很有压力 没有压力应该挺奇怪的吧 对啊 其实不算是自己熟悉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就是每件事情 你如果去尝试的话 会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出来 总不能一直待在安全的框框之内 就是不符合我的个性 成功迈出登陆乐坛第一步 林依晨感谢粉丝们一直的支持 我觉得很开心支持我的那批人 也会就是支持我用声音去表达自己 对因为其实之前在戏剧方面 的演出都是比较偏情感方面的 然后音乐没有太多的就部分 那我觉得这一次有这个机会用完整的一张专辑跟大家做交流沟通 我觉得是算是今年的我一个最特别的收获吧 林依晨希望将来能用音乐感动大家 我在情感这方面又比较不利于表达 所以我希望以后的歌是更能够带给大家很多的感动感触 然后最好是能够流泪那种更好 不一定要煽情啦 就是要触动人心那种 乐凡天编辑报道